日本著名四人Jane Rock 天團Glade 這天就Rock到香港 為各位樂迷獻上 他們在香港第一次演唱會 這次演唱會 此次一晚絕不加償 來看他們的粉絲 他們準備要入場 Rock Glade早於1988年 已經成功創立 憑著他們揭而不捨的降徑 終於在1994年推出首張單曲 自此Glade逐漸在日本樂壇 站穩陣腳 被思維領導Jane Rock的主要力量之一 認真駕駛 這次演唱會 你不斷以創新的方法 作多方面的尝试 积极地扩阔他们的音乐领域 难怪他们的唱片和演唱会 可以经常买过满同行 奉莫亚洲各地的摇滚乐牌 琴声的海岸 门道路跟巾河火 狙准录音的声音 惊敬道尖 门道路跟巾河火 沿路尖 既然有空门道路跟巾河 黄鳥王 门道路跟巾河火 在今次的演唱會中 Glay帶唱他們各首經典的歌曲 令全場氣氛嗨爆、氣溫急升 Glay帶唱他們的歌曲 不要經常說貪令是女人的天性 其實誰不想自己的皮膚又白又滑 就連我這個大男人都不例外 所以這一天一個護膚品牌狗的派對 就吸引了不少成宗的愛美之人出席 曬得一身古銅色皮膚的洛基兒 這天亦出席了活動 她還很開心地和我們分享了她護膚 和保持身材完美的秘訣 因為我自己做了很多運動 大家看到我是曬黑了很明顯 我會塗很多防曬 然後敷一些很好的面膜 因為我覺得皮膚不是黑還是白 是健不健康是最重要的 要有那個光和光 那平常會運動呢 自己有 因為自己做很多surfing 自己也有踩單車 最近踩了25km的單車 很厲害 都挺累的 基兒告訴我們 除了做運動keep fit 可以保持好的體型之外 原來和自己的飲食習慣都分不開 不過一提到她最近的緋聞的時候 她就即場地表示 以後都不會再回應了 感情方面會不會有新的拍拖 感情方面不會說 就是我以後拍不拍拖 還有有沒有拍拖 還有跟了Leon分手之後 跟誰拍拖 其實不關任何人事 大家就不要那麼白 自己開心就行了 我覺得都是想說 關於做fashion 還有做model的事情 當然八卦雜誌 自己想寫什麼 我都很開心 很大方給你去寫 不過我是不會和你一起討論 密運中的Carrie特別神彩飛揚 這日她就聯同她的同門師妹 密家瑜一起出席這個活動 不知道她們兩個在護膚方面 又有什麼心得呢 其實我覺得休息最重要 因為真的一不夠休息的話 皮膚很自然會影響到 你會立刻很累 甚至是生瘡 所以我其實都 真的我覺得要盡量休息多些 喝水啊 對 那家瑜 我現在就 繼續做的一件事 就是早上起床 喝半杯檸檬水 聽到 聽到 現在開始了一兩個月 看看會不會好些 因為有時真的不夠休息 變成皮膚很乾 或者顏色不太光澤 所以其實一定要自己保持 音樂唱作人李傑特 當年憑著演唱電影阿狼的故事的插曲 成為了白金歌手 但很快又在這個樂壇消失 二十年之後她又重關樂壇 還即場獻唱了當年成名族 也許不已 在這個樂壇消失敗 即場獻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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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她認為一切都是隨緣 無法強求 作為老一輩的歌手 她對現在樂壇的新人 又有甚麼看法呢 我經常想和新一代有少許平反 因為我覺得香港很多新一代 其實唱歌都很好 好像你那些 都很有靚的聲音 只是說是可能不同的時勢 又或者因為你們的年代唱 你們的歌是比較恰當 所以有時當她批評新一代的歌手 不太能唱的時候 那些人多數都是我們的年代 他們聽習慣了我們的歌 當然是否… 我覺得有點不公平 不過很難說 希望大家都是用不同的 不同的豁達的心 因為每個年代音樂不同 和李建達老友鬼鬼的張崇德 這日很開心 因為看著好朋友經過十幾年的努力 囚集資金 終於可以達成深月 不知在她的眼中 經歷了這麼多事情的老朋友 又有什麼改變呢 以前她都很…很藝術家 其實我們都是那些 真的 很討厭 而且說話都很快 亦都不會慢慢去感受 整個環境或者人和事 但我快去… 因為她成長的時候 她很多事情會看得通一點 包括一些對音樂的事情 其實她有很多事情想堅持 也有很多事情是很執著 但見到環境一邊變的時候 所以我為何替她開心 就是想不到到現在她可以做到 因為應該是會放棄的 因為很多事情是不應該會在今天做到 而且她還重新編著自己的身份 沒錯 所以她一直改變了 我覺得她看得很努力 而且她今次做這件事 做這件事的時候看到她 她的心情很放鬆 她就覺得享受不要緊 做出來的事雖然是差 但仍然盡自己力 做一件好的事 電台名DJ余二發說起李建特那時候 說感覺到緣分很奇妙 她小時候就已經很欣賞她 很開心這麼多年之後 終於可以和她做專訪了 因為她太久沒有見大家的關係 那次我就跟她說了很多 關於她以前的感情事 另外還有她入行 其實都遇過很多的挫折 很開心的訪問 因為她很坦白說回她自己的內心世界 包括她說她說她自己 以前初出道的時候 嘩很爆 大家都很喜歡她 然後她自己都說 那時候她很囂張 所以她遇過一些挫折 大家覺得她很囂張 其實她不是囂張 因為她是真 沒錯 沒錯 而且你知道 突然之間這麼成功 可能都會衝分了頭腦 後來她知道自己應該 繼續努力的話 所以經過了這段時間之後 我想她的感情生活又放下了